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到底哪一個最多哪個最少 其實剩下來就是算機率 那機率的統計方法就是說 我要把它出現的次數 再除以什麼呢 除以它 前面這個 這個什麼 101年裡面總共 數字 有幾個 有幾個的話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Count 然後開講1019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除以什麼呢 再用剛剛用過的Count就好了 除以Count 範圍的話就是 再把這個 F3 給他開講101就好了 幫我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 59 594 因為總共好像記得99期,每一期7次 所以594幫我算完了 然後按個確定 OK 是我剛剛 特別號 特別號 對,剛剛這邊 所以剛剛那個 這個對不對 這個對 這個都漏掉了 所以處理長 那怎麼辦沒關係 像剛剛這個地方 開講101我定義了 可是我少這個怎麼辦 沒關係可以修改 怎麼修改 記得從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說如果你定義的名稱 它都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好像160沒錯 如果你錯了沒關係修正一下打個勾就好了 OK 所以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去修正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出來了 那機率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這邊看起來好像 0.0.024531 這太難理解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希望能夠幫我顯示成什麼 顯示成比較好理解 像什麼 1萬次出現幾次 所以其實可以取到哪裡 取到這邊吧 1萬次出現 245次 所以 1萬是分母 245是分支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個格式變成這樣的話 其實怎麼做 其實 特別說 你可以按右鍵 出存個格式 裡面的話呢 記得 裡面有沒有分數 有沒有是 萬分之多少的 好像沒有 分母只有100 沒有1萬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先選分數裡面 百分之多少 再把它改成制定 那如果100的話 把1萬加2個0 就好了 有沒有 24 按確定說的話 馬上向下填滿 點兩下 好 馬上一目了然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跟他分析說 如果你要 你有長輩 你家裡 長輩很喜歡買 然後他很喜歡算的話 你甚至你可以跟他講說 網路上這些資料都有 你可以把它抓下來 然後跟他分析說 哪一個 哪一期 他的開獎 的狀況怎麼樣 你可以簽 以下幾個號碼 會不會機率會比較大一些些 OK 那最後的話 做完 這個101年 102年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來 把它貼到這邊來 改 改什麼地方 102 有沒有 因為其實他 原理人一樣 只是說他的範圍不同 那你就要改一下 101改102 101改102 那你打個勾 就OK了 那這個公式 有沒有 格式部分怎麼做呢 你當然你可以重做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重做 你在常用裡面有個刷子 叫複製格式 複製格式你可以點一下這個格式 這邊的格式在這邊刷一下 他就跟他一模一樣 好用複製格式 複製這個的格式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101年跟102年的機率呢 就完成了 那哪一個機率最高 你這邊就等於什麼 這個機率 加上 這個機率 兩年加在一起 向下填滿 這樣子的話 就OK了 有沒有 就是1萬次 這兩年出現 451次 OK 那哪一個 機率最高 排名 所以我們後面就是要把那個排名抓出來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我把重點回